其實我也有 現在的我感覺像是一個保護動物 然後呢又有點像那種 博物館陳列的那種古物 就很受大家的關注與愛 然後一直被所有粉絲朋友們的愛所環繞著 其實我也有陪一位朋友去追過星 然後我分享一些我的感受 我的感受是當我追星的時候 我的感受是什麼 就包括我也有喜歡的球星 當喜歡同一個偶像 喜歡同一個明星的時候 大家坐在一起 我相信大家都會有一種同樣的磁場和能量 然後把大家聚在一起 大家都會有心靈相通的地方 然後追星我覺得是一個有趣的過程 然後把大家聚在一起 大家可以一起談論一起聊天 可能你旁邊坐的 就可能以後成為你的好夥伴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過程 很多時候到了一定程度 可能你喜歡的這個明星 他的熱度會退去 或者是你們也會很忙 被生活 有很多生活的琐事 所忙碌 但是偶爾間一次 你想以前還追過這個明星 你可能在意的是你現在 坐在你身邊的這些夥伴們 並不是在意你追的這個人 因為追這個人 然後你擁有了很多 志同道合 趣味相投的一些夥伴們 可能就是因為這些 你們可能會有相同的興趣愛好 可能會有相同的志向 或者是在迷茫的時候 需要相互打氣 我覺得 很 你們坐在一起 我覺得 有的時候 然後可以 可以互相成長 也可以互相成為好的朋友 然後 可以留下你們的 比如說跟大家交流一下 微信號 聯繫方式 然後 在你不愉快的時候 可能你就有那麼一個 知心的海哲姐姐 可以替你排憂解難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 然後 現在呢 我們 要進入到最後一個序列 這個序列